2021年 全国地基级以上城市 PM2.5的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了34.8% 空气优良天数的比例达到了87.5% 地表水1-3类水的断面比例达到了84.9% 略物类水体的比例下降到了1.2% 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的管控 全面的禁止了洋垃圾进口 实现了固体废物零进口的目标 这些年来我们的蓝天多了 水清了 土也净了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持续地在增强 谢谢观看